全世界90%的高阶晶片 都是出自这家公司台积电 但你可能不知道 它当年一开始是没人看好的代工厂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 台积电如何从被低估的小角色 逆袭成为全球半导体霸主 故事要从一个人开始说起张忠谋 张忠谋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别人家的孩子 他20岁就拿下MIT的机械工程学士 之后还在Stanford读了博士 在美国半导体大厂德州仪器 干了二十几年 一路干到资深副总裁 你可能会以为张忠谋会在美国一路升官发财 退休养老 但就在1985年他做了一个惊天决定 回台湾 为什么 因为他在德意做了30年 却始终没有被提拔为CEO 那时候的美国 哪怕你再优秀 因为是亚洲面孔也很难做到最高位 刚好这时台湾政府在积极发展科技产业 于是早上他请他来主导一个半导体计划 很多人劝他说 你疯了吗 从世界一流的大公司 跑去一个啥都没有的地方从零开始 张忠谋却说了一句话 我已经60岁了 我不想再等一个职位 我想做一个产业 于是1987年台积电诞生了 那时候的半导体产业 所有的大公司都坚持IDM模式 也就是设计制造封装全部自己来 Intel三星东芝全是这样 张忠谋却反其道而行 他说 我们不做产品 只帮别人制造晶片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很多人都笑他 你是全世界最贵的工厂工人 别人吃肉你喝汤 你做代工还享有利润 但张忠谋就是有信心 因为他知道 晶片设计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烧钱 未来一定会有很多公司 不想自己盖厂烧几百亿美金搞生产 他们只想设计产品 Apple就是个后来典型的例子 而台积电要做的就是 把制造这一块做到全世界最强 张忠谋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他坚持绝对不和客户竞争 台积电自己不做晶片设计 不做品牌产品 就是纯代工 这让客户很放心 愿意把核心技术交给他 也因此像NVIDIA AMD Qualcomm 甚至后来连Apple 都愿意把最先进的晶片 交给台积电代工 那你可能会问 那台积电怎么赚钱 你只是个工厂 怎么比Intel三星还强 这就是台积电最变态的地方了 张忠谋下了一个超级大的赌注 砸钱狂砸钱 投资最先进的制程技术 别人还在做90奈米的时候 台积电已经冲到65 45 28 7奈米了 越先进的制程晶片就越小 效能越强 耗电越低 价格也越贵 而一旦你做出来 客户就会蜂拥而至 台积电的逻辑超简单 我不赚你全部的钱 但我赚你所有人代工的钱 今天 Apple出A系列晶片是我 代工AMD出显卡是我 代工NVIDIA出AI晶片是我代工 连Intel这个过去的死对头也开始请我代工 你说这还不厉害 不过这个过程中台积电也不是一帆风顺 有一段时间 中国大陆开始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 烧钱请走台积电的员工技术 甚至建立了山寨版的晶圆厂 美国也开始警觉 怎么全球晶片 生产都集中在台湾一个小岛上 万一出事怎么办 于是一边是地缘政治的拉扯 一边是国际大厂的压力 台积电匣在中间 走得步步惊心 但他却靠着极致专注于稳健策略 不仅没有倒 反而越走越强 这家公司没有自己的手机电脑或电动车 但却是所有这些东西的心脏 晶片的制造者 你以为他只是代工 其实他是掌握全球科技命脉的幕后王者 台积电就是那个 你不注意但你不能没有的存在 但接下来的局面更难打了 你看台积电的总部 在台湾工厂也主要在台湾 这原本不是问题 直到全球开始发现 原来我用了手机 电脑AI伺服器 甚至战斗机上的晶片 几乎都靠这个小岛生产 这下可不得了了 美国一看立刻警觉 不行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供应链 全部压在台湾 于是美国找上台积电 美国设厂吧 我给你补贴土地技术支持 你不是想要全球化 那我们这里是时候设一个护国厂 这时候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接过棒子 他不像张忠谋那样狂飙式风格 而是非常低调稳重 一步步把张忠谋的布局 推进到国际层次 台积电决定出海建厂 第一站 美国亚利桑那州 听起来风光 对不对 但问题来了 美国劳工贵 盖场慢 而且半导体是一门人靠人交手把手传的技术 不是你把设备搬过去就能跑 结果台积电亚利桑那场一开始进度超慢 工程师水土不服 当地也找不到够多训练有数的技术人才 最后还是得从台湾调人去救火 你以为美国这边累 回头看看中国大陆更紧张 中国为了半导体自主 疯狂投资 2020年到2023年 砸了几千亿人民币搞所谓中国心 甚至直接成立了中国版台积电 还挖脚台积电员工搞技术超制程 但很遗憾 晶圆制造不是靠钱就能烧出来的 它是整个生态链的结晶 一环出问题全线崩盘 结果是什么 中国晶圆厂要么做不出高阶制程 要么良率低的吓人 到现在还是得靠台积电代工 这时候台积电成了最敏感的一家企业 美国拉他去设厂 中国怕他靠太近 台湾担心他外移 台积电该怎么办 在哪边 刘德英给出一个很聪明的回答 我们不选边 我们选技术 台积电说 我们是一家全球公司 客户来自全世界 我们的工作是做好每一颗晶片 不是参与地缘政治 听起来好像是废话 但其实超高明 他没有明确站哪边 但动作上很聪明 美国亚利桑那场继续盖 先押住美国的安全焦虑 台湾人保留最核心的技术与人才 把命脉握在自己手里 欧洲也给个面子 在德国设厂平衡一下欧盟压力 换句话说 台积电再玩一场全球制衡棋 你要我设厂 可以 但最先进的技术良率控制 关键人才全在我手上 你以为我给你安全感 其实我还是把主动权抓在自己身上 台积电这一招不只是聪明 是活下来的哲学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组数字 2024年全球最先进的3奈米制成 台积电拿下了超9成的市占率 在AI晶片领域 NVIDIA的H100 B200 通通交给台积电代工 Apple AMD Qualcomm 没有一个能绕开它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iPhone MacBook Chat GPT训练用的AI伺服器 甚至你家车子里 越来越聪明的晶片 很可能都是台积电烤出来的 更关键的是 台积电不是在靠近世界 它是让世界靠近它 别人去抢客户 它让客户排队来找它 别人销价竞争 它抬高门槛 让人付更多钱还抢不到 过去Intel是王者 现在连Intel都找它代工 三星曾经是劲敌 现在也只能勉强维持二哥地位 你以为它是一家代工厂 它其实是科技界的隐藏控制者 就像你看不到的引擎 却是整台车能不能跑的关键 而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 也因为这家公司 在全球舞台上有了 前所未有的存在感 当然这也带来了压力和责任 万一台湾发生动荡 全球科技产业几乎会停摆 所以有人称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也有人说它是世界的心脏 不管你用什么比喻 台积电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代工厂 而是全球数位文明的晶片发动机 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 靠的不是运气 而是一群人几十年来 持续不断的做一件事 把制造这件事做到全世界最强 所以你今天如果用手机刷AI 开智能车打游戏 其实你都在用台积电打造出来的科技 它或许不红不浮夸 不常出新闻 但它正悄悄影响你我的每一天 这就是曾经被低估的台湾之光 台积电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把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记得帮忙点个赞订阅哟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的视频